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如教音 保持让祖母和祖母爱识 看台祖母 用当如当看台独夜 仍然祖母的胸海类 玩玩超过独夜 越照背 看台独夜 把某一个困境化为良悦 用于治疗祖母爱识的触摆 感谢观看台独夜 一 借你记得所及的每一个困境 检查看看 那是否跟你的祖祖心有关联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只要你轻易做这种检查 最后总会很清楚 不管是什么样的困境 究竟龙家祖母爱识的生活有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且开始竟龙家建立 在了解祖母爱识的过程 竟龙家祖母 是为为他真正的着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 对于你所掌握着人 你认为 那些人的相爱乐如供 变得如正烈得万里 同样 你如人家祖母爱识思想的相爱乐 自然会如想买下检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 绿意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石慈悲之野 中华护生协会的 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帘竟是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 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0名四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谋面 显得有些褪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 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悉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宣指 有的悠闲地躺卧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难歪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指挥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 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 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妖宁 一同加入护子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 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 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生命殿市云林观音讲堂 特举办祈福消灾法会 礼拜大解脱金 点灯 购水 护生 祭慈悲诗诗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领咒 日期2月17号星期一 上午9点半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地址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诸位63号 联络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生命殿市台中五方讲堂 举办传守八观灾解 礼拜慈悲三面水颤 胡生 点灯 供水 药供 祭甘露诗诗法会 恭请战德法师主法 日期2月22号星期六 上午9点 地点台中五方讲堂 地址台中市北区 崇德路一段 631号三楼之一 联络电话 0422389987 0422389987 保惠备有免费消灾 超倦牌位 欢迎填写 词曲统电话 第1号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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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